事故率高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看 一方面是飞机本身的问题 确实有这样和那样的缺陷 另一方面跟飞机本身无关 跟天气原因或是飞行员的原因 或是训练体系的原因有关 不应该单纯一提F104 必谈寡妇制造机 把所有灾难都归为飞机设计不良 飞机设计时约翰逊设计能力欠佳 是不科学的 图一 在讲F104的事故率之前 必须先讲这个尖鼻子的C47 德国没有为F104配备足够的双座教练机 用这货代替的后果可想而知 作为人类第一种两码核战斗机 F104应该公允地得到评价 它是一种撩不起的飞机 但也是一种不完美的飞机 F104记忆确实比较锋利 但是说例如剃刀是瞎扯 利兵哥已拿手指亲侧过 全亚洲最大的北京小汤山航空博物馆 展出了一架F104 大家有空时可以去看看摸摸 只有接触过后才可能会有比较可观的看法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两码核战斗机 它为了得到某些性能 就必须牺牲另外一些性能 为了突破两倍音速付出的技术代价非常大 机翼短的令人发指 机翼面积小的令人发指 这一切都是为尽量降低阻力 同时意在和大的令人发指 这就注定它跟人操火箭没啥区别 不要指望能在空战时做花式机动动作 也不要指望它在发生险情时及时改出 图二 F104总跟一些船 其飞行员联系在一起 这位是耶格尔 F104事故率比较高的国家是德国 拿德国分析比较有参考意义 买回来的900多架F104中摔了292架 差不多占到三分之一 百分之三十七的原因 跟飞行员操作事物有关 百分之二十二的原因是意外事故 比如撞鸟或是发动机吸进义务 百分之三十七跟飞行员有关 并不是说把摔机的责任都推给飞行员 突三 X F104 机翼如此之短的战斗机 差不多是空前绝后的 其实更应该规则为德国海空军的官僚机构 当时德国对于两马赫战斗机的需求非常迫切 二战王牌飞行员哈特曼在试飞后 极力反对引进F104 认为对飞行员是不安全的飞机 但是哈特曼被打入冷宫 不懂飞行的高官们强行要求加快F104的服役进程 生生的把一种骤肩截击击击 当作一种田地 侦察 格斗的全能战斗机 把一种正确的飞机 用到无数不正确的场合 图四 F104的最大战果 是击落了几方的XB70女武神战略轰炸机 上面也说过了 F104非常不适合干舔的这种活 猪一样的机动性 做超低空高速飞行非常危险 更坑的是早期F104的弹射座椅是向下弹射的 飞行员在发生险情时会纠结跳还是不跳 F104也没有配备足够的双座教练机 作为世界上第一种两马克战斗机 大家应该很清楚 不配足双座教练机会产生什么后果